湖峰演唱会举行在继 收歌连日来都密密彩排 这日更同其中一位嘉宾陈杰玲练歌 两个资深艺人大唱80年代的经典励志歌 我再遇见我了解 有青春的结果 天空都为我 任何水分之后 两首诗幻灾 我再遇见我 似有天天大阳 修哥虽然已经89岁 依然保持着好好的状态 和Ms.Chan Chan拆出火花 他们这么好默契 原来今次都是首次合唱 对啊 终于等到了 因为他有很多契仔契女 当时我每次都说 为什么没有我份呢 今次真的可以 他打电话给我 我说当然好 还有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疫情 做演唱会和看演唱会 机会都少了很多 我自己都觉得很想念红冠 我那天去看完莫文慧演唱会的时候 我想一下 我下个礼拜都要站在这个台上 我感觉是很兴奋 还有原来有些事情 就是在演出的时候 每一个时刻都要把握 很多只收歌 给了机会我和他合唱 给了机会我站在红冠 和大家去分享音乐 真是很好的礼物 很感谢 感谢 今次Miss Chan Chan 在收歌红冠表演 除了有合唱之外 更有个人的演出 不知道又会否令他心酿酿 想开个个人演唱会呢 其实我在2018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演唱会 就12场 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都继续游灵开始 那时他都叫我可不可以再做 那我说再做 那我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没有机会 那现在我就 那现在我就开始 可能会再计算 然后我都很希望可以将那个表演 再重新包装再做 因为那次都很 很感谢很多朋友 都口碑不错 而且都用了很多心机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在未来日子里面 再重做 再重新一个第二集 第二集 就是怎么样 下一部分 第二部分 这一天 Ms.Chan Chan透露 删了一粒唇仓 都有少少影响发挥 她都希望可以尽快康复 到正式演出时 可以以最佳状态示人